世界上有一条很长很美的路,叫做梦想,还有一堵很高很硬的墙,叫做现实,翻越那堵墙,叫做坚持,推倒那堵墙,叫做突破,坚定不移的过程,叫做定力,不忘初心的努力,叫做信念。 生肖鼠的人他们严肃认真,待人直率,遇事果断,所以生肖鼠的人在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万事顺利,财运哼哼,好运不断,喜事进门,到了那时候,运势进入快车道。 财运涨,财富数不尽,家业兴隆万事顺心,另一方面对于不分生肖鼠的人而言,往后事业上基本上是一顺白顺,一通白通。 生肖鼠之人他们有耐力,威风,严厉,讲义气,迅速敏捷,求生能力强。 不过却在之前几个月福德工阴火星盘跟两颗煞星来饭,因此一些人出现正财财运欠佳,生活欠佳的状态。 恰巧步入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美运不再好运到来,财博工得到天府吉星进门。 假若抓紧这次大运,不仅财运脱风,而且日子大放光彩。 生肖马的人他们对关系好的朋友说话直书几件,脑子好使天生聪明,所以生肖马的人在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运气就非常红火,才听官碰巧有金贵吉星关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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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 机遇一来,运势更上一层楼,若能真的把握住此番好运,横财滚滚而来,定能健康平安,顺风顺水,左右逢源,万事大吉大利,财源广进 生孝舌的人给人以浪漫神秘,处事熟练,言谈辞令圆滑,不过却在前段时间福德工有抱败非连两颗煞星影响,导致较多人遇到横财好运总是接不住,麻烦所是多让人烦躁的现状 好在熬到了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财运运势上涨,运势与日俱增,宁功得到红鸾天台吉星关照,机缘一来,不仅桃花爆表,并且来洗又来财,定能富贵横达 生孝机的人,他们做事很稳定,有现代新潮派的大志向,头脑灵活,不过却在早前一月事业工有关所上新影响,所以较多人遇到运势欠佳,就算有机遇也很难把握住的状态 好在进入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 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财运暴涨,是赚钱的大好时机,运势开始顺遂,财博工有天德福财吉星半身,若能抓紧这个机缘,不仅升官发财,同时生活绚烂多彩,源源不断进口袋 生孝牛之人和和气气,比较顾家,对家人都很关心,所以生孝牛的人在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 菩萨临门,带来了宋财童子 给萧牛人的财库之中拨洒了大量的金银财博,采拼官得到喜得吉星加深,等大运一来,大运紫气东来,要是真的把握住此番机缘,事业策马奔腾,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 生孝猴的人天生机智勇敢,喜欢探险,快言快语,做事情有独立的考量和见解,所以在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会迎来财运上涨的巅峰时期,好运加持 恨财桃桃花八方来,倘若真的抓牢这个时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风风火火,另外生孝猴的人他们接下来几个月事业上遇到的困难能够迎刃而解 生孝猪的人行为要大胆,做事要果断,但是也要适可而止,不能冒险,还要吸取前者的经验和教训 在取得成绩之后一定要适可而止,生来属向五行水相助,所以生孝猪的人在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 这样才能让钱财源源不断,大富大贵,机缘一来,前脚洗钟头彩,后脚随时会发财 不仅有望一扫很长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的现状,同时轻松买车买房 生孝猪的人是个非常上进的人,在不断地学习和充实自己的过程中机会也在慢慢地向生孝猪的人靠近 在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 迎来了一个很不错的机遇,待机缘一到,大运将至,财运超旺 不仅有望一扫早几个月感觉总是在吃苦劳神的情况,同时出门还有望遇到贵人 生孝猪的人责任心强,与人交往,给人感觉很温和亲切 做事中规终局很有计划性,能够很好的完成交代给他们的任务,很容易就取得他人的信任,获得上司的认可 常常有晋升机会可以把握,在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 在1号开始开新数钞票,财运与运气都有一定的好转 事业能够蒸蒸日上,身边大机遇出现,钱包鼓起来 要是抓住机会,身边机遇和喜事将逐渐增多 另一方面生孝龙的人,他们往后几个月事业经营的风生水起 小家庭红红火火 生孝狗的人,最近什么事都不是特别顺 他们做事勤勤肯肯兢兢业业,从来不会偷奸耍滑 事业发展的都比较顺利,生活上也是好运气比较多 不过有时与人相处有点太过直着,容易与人发生争执 伤了和气,关系处理不是特别好,好在进入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 在1号开始开心竖钞票,运势会逐渐变好,机遇一到 没运待尽好运临身,财运如雨,横财不请自来,定能清云直上 生孝兔的人,他们往往特别温和,稳静,千千有理,属相五行属木 所以生孝兔的人在31号开始买彩票有望钟头奖 在1号开始开心竖钞票,事业工的陆勋服录即兴半身 待机会一到,运势即旺,富贵简直说到就到 不仅有望摆脱之前几个月麻烦所是多让人烦躁的状况 而且好事一箩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